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 5月22日13点07分 在湖南长沙逝世 享年91岁 袁隆平是我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 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 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直到今年年初 他还坚持在海南三亚南帆基地开展科研工作 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一个片子 送别元老向他致敬 这是2018年海南新闻联播大型报道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中元老的一段采访 鄙视的他侃侃而谈 笑容满怀 1968年 袁隆平背上行囊 现步行 后乘汽车 导火车 转水路 一路颠簸 踏上海南岛 落脚三亚南洪农场 他是为开展杂交水稻科研而来 自此之后的50多年里 他领导的杂交水稻科研团队 每年都要来到海南开展科学实验与研究 有时长达数月之久 条件艰苦也挡不住奋斗的心和乐观的性格 特别是山亚啊 林水啊 落脓这是 就是热带天堂 林子提出是我许的 Tropic Paradise 这是宝地 来给予品种 这个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袁隆平说 山亚是个宝地 海南是他的府地 他说几十年来 我的许多重要科研 都是在海南完成的 正是因为1970年 在海南发现了第一株野生稻雄性不育株 自己才能于1973年成功培育出杂交水稻 超级稻有三分之一的工程量 是在海南完成的 在山下 选择一个雄性不育的野生稻 那是打开了突破口 就得到一个特等发展的奖 我们赔一个品种 要大个世代 才能出一个品种 如果不到海南去 我在湖南 还八年 在海南到的 今天发现明年就可以去了 作为我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 也是世界上第一个 成功地利用水稻杂种优质的科学家 袁隆平冲破经典遗传学观点的束缚 于1964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 成功选育了 世界上第一个实用高产杂交水稻品种 南优二号 最新育成的第三代杂交道 三优一号 实现了周年亩产古道3000斤的公关目标 就在今年5月9号 袁隆平院士团队超级杂交水稻测产 又传出喜讯 三亚国家水稻公园 超优千号超级杂交水稻示范田 平均亩产达到1004.83公斤 面对我们的镜头 袁老曾说希望在世界各地推广我们的水稻 不光是发展中国家包括发达国家 通过十年努力可以全球覆盖一半的杂交道 为世界粮食安全和世界和平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全世界有这个水稻田有16000万公斤 如果其中有一半 重上了杂交道 我们现在国外有800万公斤的重上了杂交道 平均每公斤重上两栋 如果全球有一半 16000万公斤 8000万公斤 重上了我们的杂交道 每公斤重上两栋 可以重上两栋 16000万栋 可以多养活5亿人口 让杂交水稻种植遍布全球 是袁隆平的愿望 他还曾有一个梦想 一个梦就是活下成两梦 就是我梦见这个水稻 我们的高产水稻长得比高年高 水子比少数还长 子里花生米那么大 我好高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